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必须要再次说明的是 斗力亚所可能存在的核酸身为核酸的蝶 可能才是它力量的关键所在 一旦蓄上足够的水 核酸的力量将不可限量 那么话说回来 核酸核酸到底本身就是核酸这种生物 还是和核酸相关的恶魔果实能力者呢 其实从足以制约它最强力量的 海老师手铐这一点 就可以反映出它就是能力者的可能 以这一点为前提来说 在184期海中分题 我们所提到的毛皮族 以及幻兽种核酸恶魔果实能力 就是核酸核酸进一步真身的解答 但话说回来 如果毛皮族核酸 是和核酸相关的恶魔果实能力者的话 那它的毛皮族真身又会是什么呢 而核酸这种生物 具备青蛙 猴子 乌龟 甚至鸟和人的特征来说 伟天子的之后会如何进行 换手种核酸的恶魔果实分类 也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环节 而从另一个方面胡扯来说 核酸就有可能真的是 核酸这种奇特的海宗世界新种族 而它所可能具备的恶魔果实能力 子九和警卫门的编状果实能力类似 是一个颇为无厘头的恶魔果实能力 接下来我们再来到 核酸名字中的恶杠 以及它的爱道名字的这个环节 恶杠在相扑之中 就是相扑历史的最高等级 不管是在气质之声片出现的 因为恶杠的相扑青蛙 还是在核酸国开篇后不久 所出现的追求小菊的 来自华之都的恶杠扑岛 伟天其实都在用 恶杠的这个字眼来代表相扑 这种融合力量和技巧的 人们传统体数 而直到核酸和松 以恶杠之名 在海中漫画剧情中登场后 我们才发现 小菊在当时之所以会砍掉 扑到恶杠发迹的原因 除了它写毒平民的低剑之心之外 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在于 核酸和松才是小菊心中 真正的相扑恶杠 而核酸的矮道 外无双之名 故事以外就是来自 82招相扑招式中的第50招 用右手抓住对手的左肘 当对方正要向前迈步时 戳出左手的插手 而改压对方左膝上方 自将对方扭腰摔倒的 拉臂外楼腿摔外无双 从这个方面来说 核酸和松都是一个伪廷组 专为相扑而打造的海装人物 不管是他肥胖可爱的外形 以及对相扑的特长和渴望 都可能会让他成为 陆飞同学在吃巧九人中 最喜欢的人物 而不出意外 我们甚至就能在未来看到一场 陆飞和核酸之间的相扑比赛 而在这场未来的比赛中 欺负无苏谱和横杆扑倒 战斗金眼全胜的 想问相扑的海贼陆飞之海 就会将相扑生涯的首场落败 送给海装世界 相扑领域的真正王者 最强力是核同核松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昂云 海装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